反腐败压倒反独裁 阻碍中国政治进步 作者 冯崇义 据信 最后敲定中共二十大人士安排的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本周已经在北戴和拉开帷幕 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个会议举世瞩目 因为它事关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命运 按照中共的现有规定 习近平两届任期期满 在二十大上必须倒战下车 这样一来 即祸国殃民也强害世界的习近平政治路线就会终结 中华民族有机会拨乱反正 甚至于启动宪政转型 但是习近平登基以来一直以权谋私 为了推翻任期制度 恢复终身制而无所不用其极 一旦习近平在二十大上 破例连任第三届中共总书记 予以丰满的习近平 便会按照他登基以来任人为亲的一贯做法 更加肆无忌惮地在整个国家政权体系中 安插习家军普从跟班 变本加厉地推行习近平政治路线 对中国和世界造成更大祸害 在此千军一发的关键时刻 能够决定习近平政治命运的中共政要 将会做出何种选择 一段时间以来 习下礼上的传言甚嚣沉上 这种传言不禁而走 因为它是人心所向 反映很多人的心声 习近平道行医师 以个人独裁取代集体领导 不必集权专制 天怒人怨 习近平入城大宝 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十年 已经向全世界充分证明 他是一位狂妄无知 心狠手辣的独裁者 天下苦惜久矣 朝野上下不仅期待去惜者中 一些人还采取了各种实际行动 特别是6月14日 有人用中文和英文 同时发布全球倒戏救国翡翠运动 倡议书 号召全球关注中国和世界前途命运的人 相互呼应 联手倒席 中共滚滚助攻顺应民意 在北戴河会议上集体逼宫 迫使习近平按照中共的明文规定 交出权力 无疑是倒席最便利的现成机制 唯一担心的是 有权决定习近平去留的那些中共党国要员 不敢迈出集体逼宫这一步 他们之所以不敢迈出这一步 是因为防不住习近平使出铁腕反腐这一杀手锏 疯狂反扑 习近平极其跟班 用铁腕反腐这一杀手锏剪除一击 制服政治对手 屡是不爽 从中共十八大到中共十九大的五年间 希望联盟就以贪腐罪名 拿下两位正国级的官员和四位副国级官员 特别是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之一孙政才 以贪腐罪名拿下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二 按照党籍国法的严苛规定 在贪腐问题上 中共高官几乎无人免俗 包括习近平本人 但是习近平并不是真心反腐 特别是没有从制度上反腐 而是选择性反腐 以反腐之民行黑吃黑之时 打击政敌 清除异己 那些被习近平以贪腐罪名拿下的中共高官 并不是因为他们贪腐 而是因为他们对习近平有一心 至少是习近平认为他们对习近平有威胁 不忠诚 或者忠诚不绝对 相对于独断前纲 滥用专制权力的窃国大罪 财色之滩只是窃钩之举 窃国者喉 窃钩者住的荒唐闹剧 在秦始皇开启的中国皇权专制家天下 已经上演了两千余年 在中共极权党国和后极权党国的党天下 仍在继续上演 在北戴河会议前夕 牵涉盛广的肖建华案 孙力军案 傅政华案 分别于7月4日 7月8日和7月28日秘密开庭审理 众所周知 肖建华同时充当多个权贵家属的白手套 掌握他们的顶级财务机密 孙力军 傅政华在政法系统根深夜貌 后台无比强大 习近平极其打受爪牙的政治权谋 十分明显 就是利用这些贪腐案件 或是涉案中共高官扶手听命 或与习近平达成幕后交易 很有可能 他们已经达成幕后交易 斗而不破 按照中共帮规 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和离任常委 有权积极决定习近平在总书记位置上的去留 尽管中共总书记形势上 是由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或罢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常委 和仍然在世的离任常委中 几乎没有人真心希望习近平连任 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 当然不愿看到习近平继续连任 因为他们的政绩和名望被习近平抹杀否定 他们的亲信部下被习近平大规模清洗 他们所要维持的后级权格局被习近平打破 他们的子女受到到习近平的整肃威胁 而且在他们过世之后 其子女后辈很有可能被报复而死无丧身之地 将习近平扶上大位的红二代前 带头大哥曾庆红被彻底边缘化 而且亲属和原部属受到习近平残酷打压 早就毁清肠子 对习近平是避雨除之而后快 前任总理温家宝以清明务实民事 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甚至于宪政转型情有独钟 而且在离任前不遗余力将倾向极权复辟的薄熙来拿下 习近平登记以来将薄熙来的极权复辟 从重庆推向全国 与温家宝显然势不两立 现任总理李克强热望习近平倒战下车 符合人之常情 因为李克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北京大学 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 先后主修法律和经济 熟安而且向往现代法治和市场经济 本来是胡锦涛主义的接班人 却阴差阳错被习近平夺底 在习近平登记之后 变成窝囊透顶的废太子 受尽习近平的排挤与凌辱 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曾经积极投身改开大业 博得开明能干之名声 而且在江泽民 胡锦涛时期在国内外积累了深厚人脉 却在习近平自封的新时代 被习近平利用充当专干脏货的打售 主政中纪委而成为头号库立 相当于明朝的东厂厂功 结果又功高震主 被习近平贬为图具虚弦的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落的此等下场 难免愤愤不平 心有不甘 那些本来凶无大志的利路之徒 被习近平断绝财路 对习近平也都恨之入骨 阻击习近平连任 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常委 和仍然在世的离任常委而言 无论于公于私 都是明智选择 但是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面临巨大风险 特别是习近平特务统治的严密监控 达到水银泻地的程度 使得反贼们无法串目抱团 时下到习暗潮汹涌 满城风雨 中共顶层反习势力的策划移动 或推波阻拦 不难想象 但是 他们有智慧和勇气 破釜沉舟放手一搏 哪怕与死网破也在所不惜吗 他们此时痛改前非 将功赎罪 将会得到世人的宽恕 在壮丽的和解中 共创未来 为了给今次北戴河会议定条 甚至于是为了给中共二十大定条 不伦不类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 于7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到场重谈陈词滥调 说他已经将天下安危细于一身 二十大所要解决的是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问题 习近平举的是独裁专制的破旗 走的是极权复辟的邪路 与习近平愿望相反 当今中国所需要的是高举反对独裁专制的一期 走宪政转型的正路 除了习近平那一类顽固不化的极权主义者 中国朝野上下拥抱以个体自主 和个人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性的人们 认识到了反独裁专制 比反贪污腐败重要一万倍 就中国历史而言 知识独裁专制惩贪污腐败的陋习已获过千年 走出仰赖独裁专制 惩治贪污腐败的误区和陷阱 国人刻不容缓